还没擦干净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 居住有点太亲密了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JK女孩相信领着男闺蜜 居住亲密没顾忌 搞得小伙没脾气 相信究竟应不应该带着男闺蜜 大家好 我叫陈泽浩 今年的话26岁 身高的话是175 现在在一家银行 从事行政助理的工作 今年来相信的受害人叫小陈 方琳26 小三同学之前有过一段恋情 但那段恋情仅维持了一年 分手的原因就是女方有个男闺蜜 男闺蜜是朋友吗 不 男闺蜜是精雕细选的备胎 而且这个备胎的级别很高 属于是车主没事 就像上去开开的那种 本人喜好的话就是 喜欢就是那种娇小可爱型的 萝莉装JK服那种 就是看起来会更拘 拘换我的就是保护的冲动 让你说择偶要求 不是让你喊出梦想啊 JK制服谁不喜欢 还用你说呀 红娘听了小陈的话是一脸梦 这就是代勾吗 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呀 很比较年轻化的那个嘛 有点像小朋友 她总想要被帮我 小朋友那个 等一下等一下 你这个措施有点问题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哈 小陈你讲清楚了 我要污蔑我们这些JK爱好者 罗里裙那种啊 小群群是不是 黑丝袜有吗 有吧 黑丝袜也是罗里型的 黑丝袜是哪一节份嘛 它是搭配嘛 搭配有那种啊 这是白袜子呢 还是黑丝袜呢 白色的好看呢 白色的好看 要不给你俩上麻吧 我们听事就行 便聊着聊着哈拉着 再留下来一来 光聊天还不够 红娘还拿出了女嘉宾的VCR 两人又带着 鉴赏艺术的眼光看了一遍 不过今天的主题是相亲的 黑丝白丝的一会儿再说吧 看视频还不如见本人 大家好 我叫康义景 今年23岁 然后身高要落山 这哪是相亲呢 分明是帮小春实现梦想来了 除了没穿黑丝白丝 其他完美符合小春的要求 而且这位康小姐颜值虽高 但要求并不高 只要长相过地去 阳光开朗家庭和睦就够了 既不物质 又喜欢穿ZK 小春也算得上所愿了 初次见面 小春对康小姐的外形很是满意 这一点从她直勾勾的眼神 小春就能看出来 而康小姐喜欢阳光开朗性的男生 小春的长相倒是挺阳光 至于开不开朗就得深入了解下 才能知道了 外面那些人 对这种衣服的评价 还是挺两极风华的 这种会不会百意的方面 我不会啊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这种 就是说 你那种可爱的嘛 真是让你问到点子上来 这是喜不喜欢的事吗 小春巴不得你 直接把ZK汗伸上 两人经过初步的接触 也都对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 康小姐对小春也有了好感 不过小春接下来的举动 却又让康小姐心生不满 相亲途中女方突然冒出个男闺蜜 举子亲密毫无顾忌 相亲男主角一脸尴尬与不解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好热哦 重庆这个天气 只要一落雨的话稍微凉过来 只要一天请太阳出来 因为还没到公开个季节嘛 不可能的话还是有点凉 温暖也多 嗯 水温暖多 嗯 你觉得她关心为什么会热吗 人家是想要你解决问题 不是让你解决问题 康小姐刚对小春生起的好感 现在又是燕消云散了 我去买瓶水嘛 你要喝啥子我也给你买回来嘛 我去买啥子 我去买嘛 我看来后面有个小卖部 没有啥子人 我过去那边看 我过去买啥子 我去买都是了 你在这儿等我的水 他行嘛 大兄弟啊 我现在知道你前女友为啥有男闺蜜呢 就你这个情少 不准妹个备胎是真不敢上路啊 康小姐跟红娘说几了苦 看来相信妹红娘是真不行 来来来 小车 来来来 不要动 好大一个蜂子哦 你没感觉到有蜂子吗 没有 有蜂子哦 你们的 有 热不热 热 把你头发拔起狠了 对 真的很热 我觉得 红娘尽力了呀 小陈你再反应不过来 今天这情怕这也不容易香了 你可算明白了 红娘的努力没有白费 再跟着小公园待一会儿 估计蚊子们都喝饱了 有了刚才的差距 小陈的脑子也活烦起来了 带着康小姐来到了凉快的小饭馆里 康小姐问起了小陈目前的居住情况 小陈表示 我现在跟父母同住 等以后结了婚 我们一家人还整整齐齐地住一起 这样的生活多容恰呀 康小姐生怕以后会有婆媳矛盾 但小陈表示 自己的父母都很好相处的 就算有了矛盾 自己也会从容调和 小陈的这个回答 并没有让康小姐满意 康小姐还是坚持 如果牵手成功了 希望小陈能搬出来过二人世界 看康小姐坚持 小陈直接就妥协了 不过没房是个问题 现在刚工作不久 搬出来的话就只能先住房了 现在居住的问题解决了 相亲的氛围又融洽了不少 正当以为这场相亲 就会这么顺利进行下去的时候 一个不住之客地到来打破了宁静 那个我朋友来了 我去接一下他出外面 男朋友来了 老妹气气了啥 正好也会认识一下 反正都是朋友嘛 我听到来了 两个茶也来哟 等你冷个酒 有点竹筷 路上贴点多 好家伙 这哪是男闺蜜 这次正方来了呀 小陈的气势明显被压了一头 明明是两人的相亲 小陈却好像成了第三者 我应该在车里 不应该在车里 小陈人都啥呢 原来备胎竟是我自己 相亲进行到一半 不然来了个男闺蜜 明明自己才是相亲主角 但看着女方和男闺蜜的亲密举动 小陈感觉自己成了第三者 有了问题就要解决 现在男闺蜜的事情 成了小陈心里的疙瘩 看来红娘又得出马来 只许你有男闺蜜 不许我有女性好友吗 小陈之前就因为这次翻了车 现在可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到时候翻是三人吃 完是自己刷 电影三人看 票是自己买 这个你放心兄弟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可以说 因为我平时如果想这种亲密业会 他们两个确定了 我觉得就是说可以 但是我觉得不会参与这种 我现在只要不是 就是他单身有点害怕嘛 就是说可以看 这种事以后还得看康小姐的处理呢 男朋友跟男闺蜜肯定不能兼顾 至于如何取舍 那就得看康小姐的选择了 而且双方一定要足够信任彼此 男闺蜜也得懂得分寸 毕竟人家以后就是有父之父呢 她那个皮肤 平时小公主我跟你说 和东西里外人家小的皮皮包 比如说 比如说因为 她刚好来生理洗了 她都说 对不对 明东西但是她非要吃 啥还不舒服 好家伙 难怪都想有个男闺蜜 一般的男朋友都没这么贴心呢 这男闺蜜成了给康小姐把惯的影 向小臣嘱咐起了康小姐的喜好和小脾气 聊完了之后 康小姐也想听听男闺蜜的意见 她人有点过于浪漫 我觉得 以后过于在 要找个那种 找个老实点的 天天虽然是有些浪漫 但是浪漫呢 连小的一般浪漫都很花生 假日出息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闷一点的 还稍微好一点点的 然后再考虑一下 还是男人最了解男人 女生都喜欢浪漫的 但能结婚过日子的 还是老实人最合适 要不怎么都说 找个老实人家来呢 现在相亲也是到了最后一步了 小臣特意为康小姐 准备了一个小蛋糕 上面还有自己亲手挤的 歪七扭八的新型标记 如果说康康你愿意接受她的话 你就可以尝一下这个蛋糕 就吃一口 代表着你接受她的告白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就把那个蛋糕 推到个脸上去 太残忍了吧 如果不愿意的话 你就把她的手 推回到她自己嘴上 她就给自己 自己给自己尝了 尝一下苦果 看着诚恳的小臣 康小姐还是吃下了 这块爱意满满的蛋糕 小臣如愿以偿的 得到了自己的JK女孩 两人顺利地牵手成功 只希望这次不会再因为 男闺蜜产生摩擦 也祝福他们幸福美满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都能发财的小手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